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 你好 我是上哲 歡迎收看上哲報生活 我現在在 動物園附近的 道南河濱公園 然後我剛剛逛動物園 因為我之前學生正義師 所以我今天進動物園的時候 就花了 全票六十塊 就還蠻貴的 就如果有學生正義師可以三十塊 然後 因為我付得這麼貴的 門票 所以我就也沒辦法做貓懶 然後那個 就等三月開學的時候 我就會馬上去 辦學生正義 就是辦股發 然後下一次來動物園的時候 我會帶學生正義 戶口名部 戶口名部是做貓懶用的 因為我是戶籍師 設在台北 我是台北市民 台北市民都只是單純做貓懶 是五十塊 如果台北市民當天有去 動物園參觀 那參觀完 去做貓懶的價格是三十塊 所以我下次會帶 學生正義和戶口名部 來動物園這邊 就 動物園的門票可以三十塊 設計在台北市的戶口名部 就是可以讓我用三十塊做貓懶 我現在在動物園附近 那我 待會要去 就是指南路正大那邊 吃午餐 好那我們就出發吧 那個我剛剛已經點餐完的 所以現在就是等餐點來 我點的是 十顆玉米鍋爹 跟五顆咖哩鍋爹 還有一杯寒天蒸雜紅炸 好那我們就等這個餐點來 我的五顆的咖哩鍋爹 已經先來了 好那我們就開箱試吃看看 裡面就是那個咖哩醬 然後很好吃 就是它這樣 好現在 在博德斯克玉米鍋爹 跟這個 餐點 蒸雜紅茶 都已經到了 因為鍋爹是 現煮的 所以 還有點燙 那我們就先 試喝看看 餐點 蒸雜紅茶 好 很好喝 那我現在來開箱 這個 玉米鍋爹 裡面就有玉米跟那個 豬肉 裡面就有玉米跟那個 還有它 進的這個 很舒服 所以 很好吃 我 該不會貼 找到0.5顆 然後玉米 貼4顆 好 那我要繼續吃我的 菠提 啦 那我要繼續吃我的 菠提 啦 我年2月23的時候 在 木炸拍的 八方景 然後 因為 設備的關係 現在 才開始 可以正常的 剪片 所以 現在 到夏天的時候 才剪輯完成 好 第二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 喜歡 我的影片 可以 按讚 分享 訂閱 喔 謝謝收看 掰掰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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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